我坤吐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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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呆來 這樣拍阿呆整齊 好像有瘦喔 哇草啊看 夭壽啊 顯瘦捏 阿呆是走嘻哈路線 所以穿的比較寬鬆一點 顯瘦顯瘦 不錯不錯 深蹲看一下延展性 好來 沒有 阿呆你穿的這個套裝出去再交不到女朋友 就你的問題了 我認真的 你如果穿的這個還沒有是你的問題了啊 加九把妹套裝 你知道嗎 帽子 換一下帽子 要整套要整套 今天終於到貨了 哇 我跟你講 現在已經不是加九套裝的問題了 再加上這個加八神帽 整組出去把妹神器 口罩又加三 神裝啊這一套 神裝 你現在缺什麼你知道嗎 加七眼鏡 我加七眼鏡 你幹嘛買 夭壽啊 你在人生的線上遊戲 穿這套出去神裝 人家大都覺得你是課長 插手錶 要插手錶 這手錶加99喔 來來來來 一個RAP姿勢 手錶給鏡頭看有沒有 要唱一下RAP的姿勢 哇 夭壽啊 你聽得換一下嘛 瑪莎莉鑰匙再加拳道黑人 再加手錶 拍照的時候要這樣 手錶要拿這邊 好不好 聽得就這個啦 聽得就是這個 這個照片了 就這一組了 好啦好啦我們推銷完了 我們推銷完了 大家有沒有覺得手很重 對啊這 而且這要怎麼蓋 打不開 還是就給我 手剁掉要拿下來 給你 一定是手剁掉的啊 怎麼可能給你 好啦直播了直播了 好 大家晚安齁 我跟小事買的X5 保養的時候頂起來看沒有漏油 朋友說這台不是BMW 不是不漏 時間未到 A34喔 特別要注意的嗎 A34比較容易 其實它第一個就是 里程數太高 就是吃雞油嘛 這個V6引擎 不要說是A34啊 我跟大家分享 其實V6引擎 因為它有夾角的關係 它不是垂直的嘛 你直式直六是直的 那還有夾角的關係呢 就牽涉到什麼 地心引力 這個一定的 這個就跟男人女人一樣 年紀大無法抵抗地心引力的摧殘 該垂的就垂下來了 所以V6引擎第一個就是 年紀大了 或者是這個公里數多了 就可能會發生吃雞油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這個 如果單舊 我跟你講連TOYOTA LASUS都一樣 這個都逃不掉了 不管什麼牌子 那已經不是尼桑的問題 那第二個我覺得老車 也不是尼桑的問題 每台車年紀大 都要注意水路好不好 那唯一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它的感應器 例如凸輪軸感應器 驅軸感應器 海洋感知器 我覺得壞的機率 有比其他高一些 好不好 好第一個 這個是我在PTT看到有人的提問 他說 請問小師的車還要再給萊茵驗車嗎 這個問題我們在這邊統一做個解釋 因為可能也許有其他人也會對這個東西有疑問 我們店裡面目前的一個機制是這樣子 就是雖然小師沒有第三方的檢測 但是我們可以配合任何一間 你們所謂的第三方檢測的認證書 今天假設說 小師我雖然跟你訂了車 那我有疑慮 你可不可以提供什麼Safe認證 藍茵認證 基本上都是可以配合的 那我們很簡單的一個原則就是 如果驗了認證通過沒有問題 那就是認證費由消費者負擔 但是如果說檢驗了之後呢 認證沒通過 跟小師講的不一樣 那這個認證費我出 全額退款 就這麼簡單 不管你是車已經買了 還是你訂了車以後再驗 也沒關係 你如果訂了車以後再驗 沒有通過我就全額訂金都退還給你 並且跟你 跟你道歉 那當然如果交了車回去 你再去驗 那一樣沒通過 我也一樣跟你收回來 這也沒什麼好講的 那基本上有人會問啊 好他對 萊茵認證這個東西有幾個東西 其實各大認證我記得 他的免責條款都是一樣的 你說認證會不會出包 我不曉得也許有可能 但是任何的一個認證 一定都有一個免責條款 據我所知道的萊茵認證 他就是我幫你驗完了 假設萬一我真的驗錯 明明就是比如說我假設哪裡有泡水 結果萊茵認證驗了說沒泡水 他如果萬一他測錯了 他就是把當初檢驗跟你收的費用 退完給你 就這樣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因為以前那個萊茵 他有分兩種機制 一種是在驗這個事故泡水 泡水有沒有驗 好像有 就是車體結構的檢測 那另外一種比較高的費用 是包含一些基本的基建的檢測 比如說電動窗 輪胎 這個有沒有漏油等等 這一些這個基建的部分 有一個比較高價的方案 那據我所知他現在好像已經把這個 比較高價的這個方案拿掉了 所以他現在目前以萊茵來講的話 應該只有車體結構的部分 那所以這個買小事的車要不要認證 我認為都可以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第一個就是說 我如果明明知道 假設我明明知道那台車認證不會過 然後我還賣給你跟你收訂金 然後再跟你去驗 驗完之後再退你錢 那對我來講是不是有一點太脫褲子放屁了 那這是第一個 我去幹這種事對我來講 基本上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那第二個 坦白說依我現在招牌的信用度 廠上的任何一台車 低至10萬高至100萬 沒有一台車的總價值 會高過我招牌所帶來的價值 所以我真的沒有必要為了任何一台車子 要賺任何一台車子的錢 然後去損害我的招牌 這對我現在這個階段來講好像 坦白說不是很划算 對不對不是很划算 當然我就算賣你100萬的車子 我也不是賺100萬啊 對不對我賺10萬好不好 20萬好不好 其實都不足以拿下我這支招牌嘛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我做欺騙的事情是不划算的 甚至第三個就是 我做詐騙的事欺騙的事我也不划算 我做不負責任的事情 我也不划算 我如果賣一台車 然後有什麼問題回來 我不甩你 我為了那 好變數箱壞掉夠嚴重了吧 修個變數箱多少錢 5萬還是10萬 然後我為了這5萬10萬不幫你修 然後讓你去靠北我 10萬塊對我來講也不划算啊 對不對 我把事情處理好 我後面有千千萬萬個10萬塊可以賺 就算沒有一個10萬塊 但是我至少1、2萬3、5萬 所以怎麼想都不會划算 我覺得 那當然最後一個就是說 我們也是辛辛苦苦這麼多年 那好不容易有一些這個 觀眾朋友的青睞信任 我去打破這種東西 我覺得真的沒有意義啦 那也許這個站在一個老闆的立場 我們底下現在的服務人越來越多 那真的假設說服務人員他 有沒有可能犯錯或是什麼事情沒做好 那我覺得一定會有嘛 沒有問題啊 我都在我還在 下面有任何服務不周 還是你覺得這業務怎麼當初講的 跟後來不一樣 你都找到我啊 那員工不care我的招牌 我總care我的招牌了吧 其實我以前就是 就是員工如果做錯事我很生氣 我覺得這個很像 新手爸爸你知道嗎 你像我是家裡最大的小孩 我是媽被打最兇被打最多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第一胎生下來的時候 爸爸也還年輕氣盛啊 對不對 火氣正旺的時候 他也沒當過爸爸啊 對不對 他可能只知道打而已啊 不會別種啊 有沒有可能也有可能啊 他也還在學習啊 所以我一開始當老闆說 員工有什麼錯 我都會很生氣 折罵他們 可是慢慢慢慢的 我會覺得說啊 其實當一個老闆 你不能要求每個員工的頭腦都跟你一樣 想法都跟你一樣 因為立場就不一樣 公司是你的又不是他的 所以不要聽老闆那什麼鬼話 把公司當做自己的 放屁 哪個員工不知道 媽公司永遠都你的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老闆講這句話是幹話嘛 對不對 大家再努力加油一點 明年我就可以換更好的車了 對不對 幹誰不知道你在幹話 對不對 所以其實慢慢的 自己也會接受這一點就是 你還是得放手 讓員工去做 那每個人的個性處理方式 可能有人這個比較善一點 會旺東旺西 有人比較積極 有人比較怎麼樣 那就是你一個班級裡面的每一個學生 有好有壞 那我們只要這個保證 把他們帶往正確的方向 不要讓他們走偏不好的事情 不要做出對公司的聲譽有影響的事情 不要去得罪客人 這些我們把它保證好就好了 那至於說每個人的小小缺點 那我們也要必須要能夠這個慢慢的教導他 那他萬一犯了怎麼錯 那我們也是必須要出來幫他 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其實就這樣而已 每個都跟小事一樣 那每個都可以當老闆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的其實真的不能用這種想法 我覺得很多新手老闆 可能會有這種想法 乾啊 完工 甘地勒 講過幾次 這簡單的事情 都不會 我跟你講幾次了 為什麼講不聽 這種很簡單的事情 不用花頭腦的事情 為什麼你也沒辦法做 所以很多會因為這樣自己很生氣 很多老闆會這樣 可是我講實在的 誰不會犯錯 然後再來一個 他如果跟你一樣強 真的自己開公司 他不會在你這邊上班 你給他這薪水他也待不住 第三方的驗法 跟小事的驗法有什麼差異嗎 其實差不多啊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跟我們影片裡面交的東西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樣就是看一些這個細節的部分 什麼螺絲啊 膠條啊 等等的 然後去查看看這個有沒有換過板件啊 對不對 有沒有經過事故啊 撞擊啊 等等的 泡水現在其實比較少了啦 現在你認真你要找一台泡水車還不一定找得到 這是真的 因為台灣也已經蠻長一段時間 沒有淹水了 基本上最後一次的淹水之前的泡水車年紀也都大了 該報廢的都報廢了 所以現在台灣的泡水車其實是少的 所以這個板件的部分 你說跟第三方驗法跟小事驗法有什麼差異 其實是大同小異啦 大家看的地方都是差不多的好不好 好啦反正這個驗不驗我覺得真的都OK啦 真的啦 就是我們都配合嘛 我們今天就是顧客至上嘛 對啊就盡量配合 如果真的有疑慮的話 只是其實有時候對我們來講當然站在我們立場 當然我們會有一點傷心嘛 有點失望就是啊 我們辛苦這麼久還是會被懷疑啊 可是其實這不能怪消費者 因為有些人他天生就是比較搞猜疑嘛 就是這個有一天這個你開車載你老婆 這個椅子誰動過你在過誰 有沒有可能有嘛 有沒有遇過這種情形有嘛 然後聞一下 你車子這個香水味道不太一樣 你在過誰 然後椅子照照照照照照 都找不到一根頭髮 你說那個光頭的女人是誰 畢竟30萬公里的進口車 大部分車商都很不願意收 看年份啊 年份如果新里程高 里程高代表他可以買很便宜 那為什麼年份新 年份新的話 銀行所建價可以貸款的金額就會比較高 那可以貸款的金額比較高 因為跑30萬他買比較便宜的狀況之下 他就有一個利潤空間就會產生 所以如果說年紀沒有太久還是有人會收 夜市認證有過 備註左葉子板校正跟大燈更換 並且有出險 這樣的車況會有陰狀擊肌件內傷的問題嗎 沒有如果說他真的只有在葉子板的校正跟大燈更換 基本上應該沒有到很裡面 因為裡面的話 要寫的東西應該要更多 他可能比如說會寫 保桿內鐵啊 水箱架啊 大樑受損啊 大樑板金啊 等等的 所以我來講 每一間的這個 所謂的認證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有人的標準是 我記得哪一間就是下水箱架 水箱架有分上跟下 那有的是說像我忘記哪一間了 就是有一間他是說如果下水箱架曾經有板修 那他認真就不會過 可是我老實話講齁 就算下水箱架受傷 其實下水箱架也第一個 他坦白說我覺得那個也不是結構 然後第二個是下水箱架其實還在很前面 他也不至於到水箱風扇 下水箱架就是鎖水箱的嘛 你說水箱受傷了 其實水箱本來就是一個消耗品 那再來一個他就代表說他沒有在更裡面 到了引擎變速箱等等 甚至大量沒有 因為在下水箱架就為止 那你說這個車是不是認真 好他的標準就是認真不過 但是你說這個車就代表他車礦不好不能買 其實也不是啊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在於說 下水箱架有換 好小絲認為說我覺得可以 還是可以買 車礦還是可以買 但是問題來了 你在買的時候小絲必須要告訴你 這個車下水箱架有換喔 但是我們以車礦來說我覺得是OK的 比如說他里程數開很低啊 只開3萬只開5萬 好五年車 車礦開起來沒問題 然後再來下一個是他也是一般的代步車在用 高級車其實也沒差 我只要告訴你 然後反應價格給你 好比如說別人都賣50萬 我下水箱架受傷我賣40萬45萬 有差個5萬 為什麼不能買 我不覺得不能買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在於說 因為有太多的人士 他車子下水箱架受傷了 然後他去跟客人估的時候說 林太太 我跟你說 你今天叫我來幫你勾這輛車 你頭前有撞過耶 你剛才跟我說沒撞 下水箱架都換過了嗎 路西有喔 你看路西有喔 還生生有喔 你跟我說沒撞這樣對 我一段路來 對喔 我已經出旁邊比較高 你車要撞過也沒跟我說 我跟我說 我跟我說 我本來幫你補30萬 現在你真的撞過 柯英春20萬 你這個 我回去買 沒注意賣狗 林太太 你覺得 不要再聽了 你這個撞過的車 你是撞到什麼 你不要撞到人 這個我們回家 人想我是撞到小狗 小貓撞到人 欸 這很重的耶 我都沒有在做這種車 結果他 買回來 20萬 25萬 對不對 然後他真的出來賣的時候 消費者問他說 你這台車 有沒有撞過 沒有啊 那車這麼漂亮 你怎麼撞 對喔 那金白瑞 那東西沒問題了 車很好帥 對不對 他賣的時候不講嘛 他就賺那個差價 對不對 收的時候跟人家扣撞到的錢 對不對 賣的時候跟人家說 車漂亮 我們現在要避免的東西是這個 並不是說 車子有撞了 有換一個門 有換一個什麼 就不能買 不是嘛 你要講反應售價 就這麼簡單 我相信每個人都能夠接受 小市這邊不是沒有換過板件的車啊 你去插裝換個葉子板換個門 我只要鑑定車況可以 我還是賣啊 只是我賣的時候我一定要告訴你 我們認為說這個可以買 價錢反映出來 我相信如果比較長看我們的粉絲專業的 我只要比如說我一個最明顯的 我只要遇到里程多的 我一定馬上就寫 這個里程反映在售價上面 我只賣一週 我有時候會有這樣 因為有一些我是不收里程高的車 可是有一些客戶跟我們換車 所以他里程偏高了 但是我們鑑定完覺得這個車其實照顧的還不錯 我覺得用也沒什麼問題 而且價錢如果我們把這個客戶里程高 客戶也會賣我們比較便宜嘛 那我們把這個價錢也折下來 然後賣給下一個人 有人願意就買 沒人願意我就盤給同行 我覺得就這樣啊 所以你說里程高一定不能買 我覺得也不一定啊 看你想要開多久 看你買多少錢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嘛 你如果說假設啦 我就假設一台五年車開了10萬公里 哇一年開兩萬好像很多 可是我坦白說你如果中間你回來 你只是要開個一年兩年 兩年後 他可能也了不起14萬公里 13萬公里14萬公里 你一年大概開一到兩萬 那一台車只能開到13萬14萬而已嘛 也不只吧 而且他現在你買有便宜一個5萬 便宜一個8萬 我可以考慮喔 但是長久下來看 你如果你是那種一台車開就是嗎 開很久對不對 跟我一樣 娶了一個老婆我們就從一而終 從來沒有想要換過 對不對你如果是這種人 那長久看下來可能就不會很划算喔 你為了眼前的便宜5萬8萬 你去買一台里程數高的 結果你後面又開很久 那里程數哇一直跌加上去 那你越後期你會花越多錢 這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試乘ST-Line Lomo 4D 後座乘客覺得不舒服是正常的嗎 其實我不能跟你講正不正常耶 因為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講 你們要買車一定要去試車啦 有些車他設計的一個反饋就是 讓某一些人坐起來就覺得不舒服 他可能牽涉到很多 比如說他椅子的材質 包含到他車內的氣味 包含到他椅子的角度 還有他的底盤的形式跟設定 他的隔音等等 包含這個變速箱對不對 變速箱換檔的邏輯 都有可能讓你有些人覺得不舒服 所以一定要去試看看 真的要去試看看 尤其如果自己是屬於那種比較敏感的 你就一定要去親自去試做看看 我覺得會比較理想 所以你看我到最後我就學聰明了 比如說我想要換什麼車 我就會想要帶我老婆去試做看看 看他覺得做起來怎麼樣對不對 因為買回來以後再來念都來不及了 我在這行裡面也遇過很多啊 那個車都開沒多久幾個月半年一年 就拿出來賣了 當然我講過啦 車主講的原因不一定是正確的 但是的確這個說法我們常聽到 比如說什麼太小了 你知道當初訂想說應該OK 結果回來受不了 只好開半年就賣掉 這個我也常聽 還有一個就是 本來買的時候覺得應該還不錯吧 結果爸爸媽媽上下車 覺得什麼車太低 不舒服賣掉也有啊 還有我老婆坐這台車 不知道怎樣都一直暈車 所以其實真的我們在這個行業過程中 遇到很多類似的這種說法 那但是至於說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是真的蠻常聽到的 黑人香片會持續製作嗎 對 黑人香片大家要注意 我們已經有遇到這個粉絲有反應說 他把它掛在排檔頭上 那因為那個香精他對內裝應該都會有一點點的 侵蝕蝕的效果你知道嗎 那就有一個掛在那個排檔桿上 結果他的鋼琴烤漆就磨了你知道嗎 他在後面慢慢拋有拋回來 可是要跟大家注意 如果你沒有買那個黑人香片 而且不要讓他接觸到你的內裝 包括皮革的部分 門板的部分 那他可能讓他盡量是用掉掛的方式 因為這個其實不是我們的產品的問題 因為你任何市面上市售的香精油香氛產品 車用的 只要他裡面有一些這種化學成分或揮發的東西 應該90%都會傷害到內裝 所以不是只有我們家的 你們在買這種香氛產品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好不好這個要宣導一下 現在應該不好找吧 那個應該現在漲價漲翻了 不要說Z3 Z4 上一台Z4 Gube就漲價了 那個客人買回去 我沒記錯的話 他後來好像又換車 然後他自售 好像價錢賣得還不錯 好像不比我賣他還低 這漲價這沒什麼好那個 還是我應該要 幹我賣得太便宜了 應該要懊悔 其實不要啊 我覺得很棒啊 我之前一台Jimmy那個客人 我賣他的時候的價錢 到過一兩個禮拜他來交車 又漲價了 然後他交車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客人講 我說這台車你現在開出去 馬上再開去估 或者是你開回去以後 馬上PO自售 你又賺一手了 所以其實這個應該是要開心 不會覺得很懊惱 有的客人賣車給我們 他會很懊惱 我幹小事 我買你再買多少 你賣出去賺那麼多 有的客人會懊惱 幹我賣小事太便宜了 我當初就是很相信你 所以我賣你那麼便宜 有人會這樣 會懊惱很懊惱 就很怕人賺錢吧 我不知道 覺得自己吃虧了也許 可是 其實我認為說買賣這種東西 其實我們在 不管你是賣東西給我 還是我賣東西給你 其實大家在簽約的當下 應該沒有檳榔層吧 對不對 對合議才會簽約嘛 雙方合議才會簽約嘛 而且我跟你講 我前幾天又遇到這個事情 反正我簡單講這個事情 反正就是大概有兩組客人 那因為前一組客人 他可能看的時間比較長 然後結果他已經看到 後面那組客人又要來 看同一台車 然後這組客人說我要了 完了怎麼辦 因為我們遇到太多這種事情 你們直播也聽很多次了 所以我們已經盡量把這個 中間的時間已經錯開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然後還是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完蛋了 兩個都要怎麼辦這樣 就要後來出來協調這樣 其實賣誰都不對 賣先來的 後面說幹那你搞什麼 我都已經來了 我賣這個就要去處理那個 我如果說不好意思 你們真的看太久了 我去賣下一個 換這個不爽 我先來對不對 所以會變成說很尷尬 可是當中有一個我覺得 蠻尷尬的一個點就是 我們的服務人員 我有特別的去交代管制說 你們在所有客人看車的過程當中 你絕對都不能跟客人 有那種類似施壓的那一種言論出現 比如說他在看車的當下 然後欸欸 假的 喔 這玩耶 欸 欸 黃先生 你應該看三十分鐘這樣 那車就騎了 那貸款你也問啊 嘶 嘶 認證書賣給你了 那你敢不敢 刮刮賣 我跟你說 我現在不是要跟你拚喔 後一周還有人要看這隻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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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不好 我趕快買買 我趕快叫後一個不要來 不然我難處理 對不對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也沒有在 用任何的話術說 去逼客戶說 欸你快點買 不然下一個要來了 所以 當然我知道啦 因為其實有時候 因為畢竟他單價是很高的東西 也許對某些人來講 他可能第一次 花這麼多錢 買一樣東西 因為房子不一定大家買得起 以現階段來講 我認為以大部分人來講 你第一台車 可能就是你這輩子花過最多的錢 所以其實考慮其實 蠻合理蠻正常的 只是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我們不給你任何的壓力 或是怎麼樣 那你看完 那你們回去好好討論 如果真的 因為你們回去討論 再來 結果賣掉了 那代表你跟這車沒有緣分 想開一點就是這樣 不是嗎 對不對想開一點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我們不去跟客人施壓也很奇怪 可能有個客人會說 你應該要跟我講 下面有人看 我說不能講 為什麼 因為講的就是在逼你決定 對不對 你在看車 如果你們去看車的過程當中 然後有人跟你講說 陳先生不好意思 我沒有別的意思 因為等一下這個 下面 八點還有一組客人要來 沒有逼你 還是你們要不要回去好好考慮 你會不會覺得 你現在 生理很好就對了 現在小事牽牌很大隻就對了 現在是逼我們下決定就對了 我是沒錢就對了 你會不會這樣想 所以也不行 所以有時候 站在服務人員的角度 其實他們有時候有點尷尬 有些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我還曾經因為這樣被客訴過你知道嗎 有一個客人也是他 說他回去考慮一下 他就離開 他說我去吃個飯 我看考慮怎麼樣再說 他就走了 他吃完飯回來決定要買 車已經賣掉了 他就很生氣 他就在那邊不走 我說服務人員說不好意思 他真的因為下一組的客人 你可以跟我說 我去吃飯的時候 你怎麼不跟我說我下一組 你這樣我跑一趟路 我從哪裡 我從台南來 從台中來 我去吃個飯回來 車賣掉了是怎樣 你如果剛剛跟我講我就買了 我很生氣 真的我講的是 有發生過的事情 很生氣 到最後我也出來處理 沒辦法業務被罵 我剛剛講了 服務人員 有狀況 就是要出來了 他出來膽了 對不對 不好意思 有什麼事 沒有啊 剛剛我一趟路來 我看那個車 我去吃飯 說吃個飯考慮一下 結果回來罵業務 跟我講說什麼 被其他同事賣掉了 怎樣怎樣 不好意思 你不要生氣 你吃個飯回來車賣掉 我去跟另外一個 我打電話給另外一個 不好意思客人 那個雖然你訂車了 我們前一個客人吃個飯回來 他說他想買 不然你不要買好不好 我可以嗎 應該不行吧 木與成舟 應該沒辦法吧 我要安撫一個 我就得罪另一個嘛 所以我不可能這樣做 只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真的就是 你為什麼都不跟我講 我說不是 因為這樣講就很像是在 逼迫你做決定 對不對 你說你要去吃飯的 我能說不准吃 你買完才可以去吃嗎 不行啊 我也不行啊 那你可以跟我講 你如果剛剛跟我講下面有人 我就訂了 所以我們知道 就是這個也有跟業務 耳提面密 如果說客人要回去考慮沒關係 可是一定要跟客戶說明說 後面可能會有人來看 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做 類似業務的一個性質的工作 一定會有這個事情 因為每個人賣到 車子是自己的業績嘛 所以他當然不能跟 這個其他同事講 欸其他不准賣喔 我的客人現在只是去吃飯而已喔 他等一下回來可能會買喔 不可能嘛 他也不可能跟同事這樣講 對不對 所以別人賣掉了 他當然不知道啊 對不對 也有一些同事可能 他是自己約的客人 所以我並不知道 下面還有人看啊 我服務你 服務完 你說你要去吃飯考慮 你去 我其他的這個業務同事 他自己有約客人來看 他不會告訴我吧 他沒有必要跟我報備吧 所以其實 常常會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說那個時間 拉得再長 好像都不太有意義 結果第一組 待到第二組人都來了 現場直接搶 也沒有搶啦 就是變成 兩個都要買 就變這樣啊 那當然最後 如果大家協調好 就沒事情了 只是說我想要跟大家說明說 我們也在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可是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不知道 一組客人會看多久 你知道嗎 那我覺得 我認為我本來認為 我自己的設定是 試車上車大概一個小時 那你一個小時 你就會決定要買或不買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啦 那你決定不買 OK 我是隔兩個小時嘛 所以我還有一個小時的預備時間 你如果要買 我在一個小時前 我就可以通知下一個人 當然如果下一個人 他是從比較遠的地方出發 我當然又要把這個時間再拉長 可能要隔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甚至五個小時 因為他可能從高雄來 對不對 上次有一個啊 我已經隔大概 三個小時吧 我記 我如果記錯不好意思 可能大概三個小時啊 結果呢 前一個人來把這台車買走了 我們馬上撥給他 因為我們知道他從台中要坐高鐵來 馬上打給他 不好意思 車剛剛賣掉了 馬上客人一有意願 還沒簽約喔 前一組客人直說 嗯好那我要買我可以簽約 趕快就打電話了 馬上就打 沒有遲疑 連約都還沒錢先打 因為怕他從台中跑來 結果他說 現在怎樣我已經在高鐵站了 那我這損失算誰了 我都已經一趟路來到台中高鐵站了 想怎麼辦 結果最後賠 我賠一張還兩張的高鐵票 觀眾你們是我 你們是老闆你們怎麼處理 我都沒辦法啊 我有把那個時間隔開了啊 可是我不能逼前面一個人說 你30分鐘一個小時內要決定 我也沒辦法啊 我怎麼控制 我覺得去規定看車時間 好像又有一點不道德 我看啊小事現在甘榜大小 去那看車整張 只能一小時 好運喔 全台灣 沒有一間車行 在限定客人看車時間的 媽這小時 今年買車是不是很盤 不會啦 你想太多了 車這種東西就是 有用就買 沒有什麼嫌早嫌晚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這樣 買東西沒有什麼早晚 我有的朋友說他房價太貴 他大概在約末10年前吧 他就一直跟我講房價會掉 沒關係 我要買房子沒關係 我就等房價掉 我就看準他會掉 我等他掉了再買 他到現在還在租房子 他這10年他租房子花出去 交給房東的錢 全部都在人家那邊 你知道嗎 他如果那時候買 他現在存多少錢 先不要管房價高或低的問題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這樣想 所以我認為買東西就是需要跟不需要 你如果不需要 你覺得我住家裡很好 那就不用買房子啊 車子也一樣 你沒有用你買他幹嘛 那你真的有用到 也不用去顧慮 考慮說今年是高或是低 我不是要大家都來買車才這樣講的 因為市場是 你不來買別人會來買嘛 市場就是這樣子 不是我說 我不是花水的限量 我隨便講到 叫你們說現在快的人來買 大家就現在都來買 不可能嘛 那有用就買 你就真的 有的人就是真的 小朋友要載 有的就是真的 他公司圓了 要用車 坐車不方便 那你有用你就買 你如果覺得 我坐計程車也可以啊 我坐捷運也可以啊 你就先不用買 代表你還OK嘛 對不對 替達的哪一個年份變化箱比較穩 其實替達都還OK啦 如果你要認真講的話 可能就是舊款的嘛 13年以前的嘛 跟這個16年之後吧 就是有小改款之後啊 是1716我忘了 下一個有人問啊 就是有一台車喔 他他改裝很多東西 可能改 我大概舉例 因為我背不起來 他項目有人 項目威脅很多嘛 比如說避震器啊 空力套件啊 鋁圈啊 有的沒有的一大堆 那很多消費者都問我說 好他問我說 這車多少錢 我大概給他一個數字 他說那我如果東西拆走 請問一下價錢會有影響嗎 其實我現在這邊統一跟大家講 改裝車估價是這個樣子 第一個 我跟大家分享過你要看你的車款 今天你的車款如果是那種 改裝起來很奇怪的 他可能他的價錢就不會太好 我舉例嘛 比較常見的 如果你一台Vios大改 Rub4改了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22吋鋁圈 避震器大包 彩繪有的沒有的 你是屬於那種家庭房車 比較少人在改的車子 然後你改的這些東西 改的很尿 那可能對這個車 就不會有加分的效果 那如果今天你的車是一台 原本就是年輕人的車 他原本就有戰鬥氣息的車 例如說這個Focus 馬山 這個喜美 或者是這個 Erentra 也很多人在改嘛對不對 這種比較主流年輕人的這種 很多人在改裝的車子 你稍微改一下 我覺得是加分 然後呢 現在有第二個狀況 不管是加分還不加分 還要看 你改的東西是土炮 比如說這個一台Golf 對不對 我剛剛講Golf改裝加分嘛 你改的大包是那種 密合度很差 烤器也烤得很差 還可以看到橘子皮 對不對 或是改的很誇張很炮 那個尾翼一根站起來直挺挺 比賽一架還大隻 我假設嘛 或者是 你改的七彩霓虹燈 車一發動 靠腰那個從 只要能發光的地方 每顆燈泡顏色都不一樣 你的那個避震器 也是去改便宜 然後二手的 反正就是 改的比較 阿炮一點的 那你說 有加分嗎 也沒有 對不對 所以其實還要看 你車適不適合改裝以後 還要看你改的 讓人家看起來 不錯 這個車主品味不錯 低調中 帶著一點點殺氣 或者是怎麼樣 不一定 但是其實主要還是要看說 你改的狀況是怎麼樣 好再來一個 那很多人問阿 他說那小師哥 我如果拆一些改裝品 再來賣你 請問價格會不會有影響 那問題又來了 其實 拆還要看你怎麼拆 你如果拆一半 比如說 你改了大包 避震器 輪圈 我講三樣就好了 輪圈比如說20吋 車身降低 改大包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大包不拆 你不能拆嘛 因為黏在上面 結果呢 你把避震器跟鋁圈換回原來的 原來16吋小小的 然後車高又很高 然後改一個大包 那請問一下 對這台車你覺得 你們觀眾朋友看 你覺得會有加分嗎 對不對 看起來反而就覺得 怎麼會改一半 反而對我來說 我回來 我要嘛 就花一個拆大包的錢 要嘛 我就再花一組避震器鋁圈的錢 才能夠讓他 恢復那個賣相 所以有人會說 那我拆東西完之後 請問價錢會影響多少 那其實我沒有辦法 在線上這樣回答你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實際討論 第一個實際 我看到你改這個樣子 整體性好不好看 對不對 然後再來 我們再來討論說 就跟上次CHR一樣 然後再來我們來討論說 那你拆什麼東西 OK 拆什麼東西我覺得不OK 大家來討論就好了 價錢 然後價錢是怎麼樣 大家再來討論 我覺得這樣可能比較合理一點嘛 那要嘛 最簡單的 你全部恢復原廠的樣子 我OK 我就照市面上的行情跟你買 我們先假設車況好的狀況之下 你改裝品拿去賣掉 你覺得比較划算 我覺得這樣也OK啊 那事實上 如果說一些改裝書 我之前就常跟大家提醒 建議說 如果你是換了一些鋁圈避震器 簡單的那些 你花了一些錢 那買的時候都好幾萬錢 十萬這樣你開 那其實有些東西 我坦白講你恢復原廠回去 你去自己再去賣那些零件 其實是比較划算 因為我坦白說 車商在估價也會把你那一些改裝品 視為二手的改裝品下去估價 也許如果你改得好 有加分的效果 可是呢 他的加價不是說 我當初四個買八萬 我就跟你加八萬買 不是嘛 我們也要試那個鋁圈是二手的 下去買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那些是有品牌的東西 你拆掉回去 再另外賣掉 我覺得會比較划算 我認真講是會比較划算 我不會一昧的去叫 你全部都要留著 不行你都要留著 我覺得現在站在交費者的立場 大家都希望他賣車的時候 價錢是好的嘛 對不對 那在原本車是CD壓給的狀況之下 一樣意思啊 你自己賣你還是得負擔 你搬了一大堆旅圈 搬了一大堆 那種很重的 服裝 有的沒有的 然後你要去跟賣家面交 有的跟你發價錢 有的跟你放價錢 有的沒有的 你也是要花你的時間 去賣那些產品 那為了要換更多的錢 合理吧 是不是很合理 對啊你拆下來去賣掉 換來換一些本錢回來 所以我對於這個改裝車的部分 是給大家建議 因為這我們也蠻常遇到的問題 好啦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晚安拜拜 大家晚安